听学正式开始 各家学子都一一到齐 早上是拜师一试 其实就是变相教术修 毕竟直接收学费什么的 有些不太好 又不是真的学院 有些师出无名 但听学时间不短 听学期间各种花销也是巨大的 蓝氏也不是圣母 蓝氏自己也是要吃饭的不是 年年免费 年年倒贴的 哪里还能坚持下去举办听学 各世家都心知肚明 才会有这样的拜师一试 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 各世家弟子每每吃了一顿 都议论纷纷 感慨蓝氏饭菜品种还挺齐全 不只有姑苏菜式 还有云梦菜式 金陵菜式 清和菜式等等 满足了各位学子的要求 魏无羡傻眼了 要不是聂怀桑非要拉着他一起用膳 他还不想来食堂 想着去后山捉只野鸡烤来吃 幸好来了 魏无羡无比庆幸 不然错过了这么多好吃的 他岂不是亏大发了 越看聂怀桑越顺眼 这人不错 可以深交 小系统 现现 你这样的交友标准可还行 中学子吃饱饭 心情好 就喜欢八卦 一众人开始怯怯思语 思语对象是魏无羡 听说魏无羡是云梦 江氏首席大弟子 可是为何他要叫江艳离师姐 他不是大师兄吗 众说纷纭 大家都是一头雾水 完全搞不明白 江氏到底是怎么排辈分的 不清楚 我没听说过 也没见过 我也没听说过 聂怀桑也悄悄听了一耳朵 不说没注意 一说细细想来 还真是挺奇怪的 他悄悄看了一眼魏无羡 想看看魏无羡的反应 结果魏无羡在发呆 没错 就是发呆 魏无羡不是发呆 他正在听系统八卦 那些说他坏话之人 那些人的八卦 比起他来精彩多了 好吧 听说有的喜欢闻臭脚鸭子 有的喜欢闻臭味 比如臭豆腐味 不够臭心理 就不得尽 魏无羡表示 这些人可能脑子都被臭气晕傻了 没必要计较 再说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们说的也没错 他确实是叫江彦黎师姐 而江氏弟子又都换他大师兄 一直被这么叫 他以为各宗门世家都是如此 听这些弟子的意思 好像他们不是这样的 魏无羡抬头看向聂怀桑 虚心请教 我叫师姐 有什么问题吗 文言 聂怀桑可算敢开口了 当然有问题 你是大师兄 那你应该叫江姑娘师妹 而不是师姐 若是你叫江姑娘师姐 那她就是大师姐 你只能是二师兄 又如何称大师兄 魏无羡点点头 仔细一思索 聂怀桑说得很有道理 所以 到底谁才是江氏首席大弟子 有待商榷 怪不得众学子 都要在背后议论江氏 原来是真的不妥 就是不知江丰年为何要这样安排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样不妥 当然 除了魏无羡之外 众学子也八卦其他人 比如清和聂氏聂怀桑 听说都留了两次级了 年年来 年年毕不了夜 都快成反面教材了 还有云深不知处的蓝忘姬 喜欢独来独往 修为深不可测 听说是今年的长法 惹不起躲得起 以后看到蓝忘姬 就躲着点之类的 魏无羡感慨 这些学子也挺八卦的 他还以为就他那个废物 同喜欢八卦 原来还真不是 是他见识太少太浅了 学子们八卦起来 与废物童也是有得一拼的 聂怀桑对于魏无羡的淡定 表示很佩服 毕竟他听到有人议论自己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一钻 实在是太丢人了 似乎仙门百家都知道 他学习不好 避不了夜 魏无羡自是淡定的 有了废物八卦童 他什么瓜没吃过 调节操的也有不少 自己的简直就不值一提 挥一挥衣袖 就当没听到吧 毕竟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事 至少这些人没有对他产生恶意 纯粹就是对僵士知识好奇而已 一顿饭吃的色香味俱全 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 还满足了听欲和八卦之欲 下午开始正式授课 首先宣读蓝氏家规 结果蓝氏家规实在太多 蓝起人一读 便读了整个下午 众学子们都听得昏昏欲睡 真是开了眼界 一个家规竟然那么多条 蓝氏弟子到底是如何遵守的 比如饭不过三碗 这是什么规定 饭量小的一碗都不用 饭量大的情何以堪 那岂不是天天饿肚子 这是人干事 还比如云深不知处 不可及醒 平日就算了 万一遇到个特殊情况 若是有人晕倒 或是遇到嫡袭 难不成还要慢吞吞散步 等着敌人来抓吗 难不成请大夫还要慢悠悠去 不怕错过抢救人命的时机 众学子都只敢心里吐槽 不敢当面说出来 开玩笑 得罪懒起人 不让他们毕业可怎么办 他们才不想成为第二个聂怀桑 时不时被家长和夫子们 拿出来当典型的反面教材呢 聂怀桑 你们这些人礼貌吗 读个家规也能想到我 魏无羡大为震撼 几千条家规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莫不是以后还要规定一天讲几句话 修炼几个时辰 尿尿用几分钟 想想就可怕 魏无羡深深地对蓝望姬 投去了同情的一眼 能在云深不知处 长这么大也是不容易 蓝望姬就很无语 她怎么就被魏无羡深深同情了 她又没受苦受累 不知魏无羡又脑补了些什么 蓝起人她嘴都不会酸的吗 读这么久也不嫌累 没看到学子们都被她读睡着了吗 魏无羡的心声突然响起 蓝望姬吓了一跳 蓝起人则是立马停下读家规的动作 开始环视四周 她到底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 竟然刚当着她的面叫她的名字 只是她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学子们都闭着嘴 打瞌睡的打瞌睡 开小差的开小差 咦 终于读完了 真是不容易 我的耳朵都快听出老简了 魏无羡的心声再次响起 蓝起人左看看又看看 不知到底是何人在说话 而且众学子们神色如常 完全不像能听到的样子 蓝起人纳闷极了 也不知什么人装神弄鬼 为了不打草惊蛇 也为了不吓到学子 她决定先按兵不动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搞鬼 于是 蓝起人又开始继续读家规 魏无羡就很无语 居然还没读完 所以刚刚蓝起人是嘴酸了休息 蓝起人心里吐槽 什么嘴酸了休息 她什么时候嘴酸了 她还能再读一个下午 对于蓝起人的表现 蓝忘机心里疑惑 难不成叔父也能听到魏无羡的心声 可是不应该啊 叔父竟然没发火 蓝起人 我发什么火 向谁发火 是什么人 说话我都不知道 不管如何 下学的时间还是到了 众学子一听说可以下学了 立马都精神抖擞 冲向食堂 吃饭不积极 脑子有问题 说的一点没错 蓝氏膳食改善后 学子们的一大乐趣 就是吃饭 看到学子们的态度和行动力 蓝起人很欣慰 他总算没有白忙活 蓝锡尘若是知道蓝起人心中所想 一定会说 叔父你忙活什么了 意见是忘机提的 具体实施是他执行的 有蓝起人什么事 蓝忘机问了弟子 魏无羡没有再去后山 霍霍叔父的宠物们 心里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就说吧 解决问题还是得从根本入手 每日都有喜欢的饭食 魏无羡的注意力 自然就会被转移 不会再想着去打牙剂什么的 毕竟食堂就能满足他的胃 而且还不用亲自动手 想来魏无羡很满意